郊西湘袍轮社区的发展史 比起吴沙公来到南洋平原 还要早两年 这里的地形地貌相当特殊 左有龙潭右有虎穴 村子的外形更像是 普对半的袍瓜 仙人就以袍韶轮为地名 我的高兴是今无文化 自己输 因为地形进行不压 所以叫做不阿轮 袍轮社区永夺郊西湘公所 举办第三届郊西微电影比赛 在金奖从缺下 袍轮的宝拿下赢奖 有别于其他微电影 找明星和网红拍片 袍轮展现社区推动高龄照顾的成果 让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村民入境 当起微电影的主角 首次参赛就一举拿下亚军令人惊艳 阿公的世界是这么短纯 就是跟大家一起唱 一起玩 原来这就是阿公的母亲 临身南地的欢喜座会 丁守所有的小岛丁 我们社区我们自己也有心说要跟平均年 做一个严肃物 地物都给做一个保准 甚至于配合我们回乡的一个少年人 跟我们盗牌手 我们就要保证这些服务和力士 我们就用心来给他拍一支电影 很难得我们今天的金奖同学 我们平均年能得到的影响就是 去金带银 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这里的南鲁主角 本来都是一般我们八岁的老百姓 结果他们今天在做这个匠 大家都很高兴 郊西乡长张永德 因此宣布 明年维电影比赛将新增社区组 郊西维电影的比赛 是自从我上任到现在 已经办理了第三年 那今天看到我们抛轮社区 也参与这次的微电影拍摄的一个活动 而且他们动用了整个社区上百人以上 来拍摄这部的一个影片 那给我想到就是说 像在郊西我们有很多的人文地理文化 我们今后是不是在明年办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整个社区 然后请他们多多参与 把郊西的所有的 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的民情 我们的景观景致以外 然后加上我们社区 从我们社区里面 一些人文地理文化 然后提炼出来 然后拍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片 这个都跟社区它的整个历代的 从祖先到现在都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关系 给后人 给我们这些年轻辈的 能够知道我们整个 每一个村 每一个社区的原格 是从我们祖先 祖先变到现在的一个发展一个历程 所以说我会交代公公所 我们严历在明年 我们办理维电影的比赛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增加社区的一个 维电影的一个创作的比赛 郊西乡拥有优美的地景和传统文化 经由维电影美学 呈现郊西的山光水色和人文风情 郊西乡长张永德相当感谢参赛民众 对郊西这块土地的用心琢磨 我们大家可以说我们的公公主缘 非常抱怨 那么我们也期待到 我们今年二公二一年的 我们的大家的维电影 征选的活动 我都给我们的 UK 感觉说我们大家的 这个人文风情 我们都比其他的佣点 比他的管理更好 也继续到我们今年 地震的所有的地震营 我们的活动 特别我们的作品 来展现出 我们大家这边土地的感动 恭喜我们的 华文社区发展协会 最美的夜里在郊西 赞 这场颁奖典礼 除了有许多 专业摄影团队前来领奖外 郊西乡 桃轮社区 参加微电影的长辈 也几乎全员出动 把当地的特产 金干 酱油 还有刨瓜乐器 都搬到了现场 大声高呼 实在赢得漂亮 郊西乡 郊西乡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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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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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